记得对阵双方,第一次祖业夫 好,比赛开打 祖业夫这是要学马拉特吗 上来就很麻烦,苏翁翁不会再吃第二次亏了 苏翁翁刚刚鼎息啊,有效果 你全来的时候鼎息迎进 连续拳 多次的比赛祖业夫,这两年这个蛮劲啊,更重了 后手,拳有机会啊,苏业夫 苏业夫没有必要跟对方上拳 只要对方出拳,鼎息直接干他身体中断 苏业夫就是想上来,直接把节奏压住 苏业夫也是一代王者 我们因为有一次走卖城,再走一次 对,这个 在同一个坑里不能再到两次啊 是 哦,顶息 连续拳击打,是非常的厉害 哦,中嫂,又来,顶息 哎呦,真的是,苏方这个毒蛇般的顶息跟高嫂啊,出其无异 是的 哦,大身体 高手,很危险啊 主业夫也是不但对手有打击啊,腹部也有,对腹部也是有拳打击 而且,主业夫现在这个基本特点,每一拳都发力啊,对 哦,苏方很聪明啊,有边推边打的动作 苏方这个后手拳也是非常有特点 是,当时,K后江湖猜的时候就是这一下 是 哦,腿 苏方要控制距离了 我觉得苏方逐渐找到了感觉了 啊,这个顶息也不错 这就是苏方啊 好,分开,高嫂上头 哦,顶息迎击拳法 对,这就是苏方的打法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,主业夫从20年到现在好像从来没有被KO或者TKO过 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呃,你像苏方有过 好 好 好 哎 哎 这还是更加立体一些 对 所以会要加强自己前手的攻击啊 主击 好 好 好,第二句,哎呀,上来跟丁玉一样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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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来,主业夫今天的战场就上来,我就 就是 节奏上就压制完全压制 对 但是很难做到完全压制 我觉得 打苏方又有一个特点 所以主业后来说就是一种打法 抓住他,再打他 对 啊,如果你抓不住他,就不好打 最 好 好 然后抓住他有很多的方法,比如空间上,把它限制在绳杆当中,比如在节奏上,打一个他不习惯的节奏。 对。 祖爷夫现在用拳的这种节奏,可以明白他是有什么样的技检术,但是还没有做到像上一次马拉特那么精准。 对。 今天两人在查队的时候,我发现这个学王的力量不差。 对。 2.7 这种技能看不出,没有。 женщин。 因为,给了就是两个人。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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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段时间,几十场比赛,输过,也输过很惨,但是好像从来真的没有被KO或者TKO过,哥们永不延退,但是苏方有一个小的问题,只要被重击打到,就起不来了,每个人都有他的短板。 这是苏方的,当年的哈亚就是这么凉的,被KO的,哈亚那一次是心里虚了,往后撤了几步,但是没想到苏方连续起腿能力那么强,但是左业夫一直是往前顶,这样的话也就会把苏方的高扫的空间给压缩了,但是苏方还是吸啊。 哦,小提,又来,漂亮。 哦,有一个,真好应激实上,看到左业夫的左色的内部啊,很明显啊。 对,已经,苏方,苏方的比赛上有很多戏剧性的比赛。 是,看看今天这场比赛会不会发生啊? 哇! 这,左业夫蠢的太猛了。 左业夫太猛了,太猛了。 在中国传统武术有的讲硬打硬进,胡哲兰。 你看,你看,这个,左业夫就做了这样一个例子。 硬桥硬马往里冲了。 对,哎呦,顶西。 近了就顶西,远了有一定会,高扫就上。 不让左业夫有出拳的机会啊? 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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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打了苏方这种选手。 不但要实在。 不但要技术好,不但要冲的。 对。 还得动力发动。 还得聪明。 仅仅往前冲这一项不够。 对。 licensing 。 dj Hennyz 第三局这个拳就不好打出来了。 是? dj nismo 二 minut 。 puis nonda daudu no ga puss Betzi nigafu ciamoce 。 dju niro Kathy einiu. 是吗? 对? 不太像他,别的比较之后,他压着他 你看,他也怕被左翼夫的拳迎上 而且打的差不多就得了,就撤出来了 马上就控制到安全距离 即便有机会,再多打两次,他也不打了,也撤出来了 因为左翼夫的意图太明显了 对 左翼夫的身体左侧啊,手臂的左侧都是有明显的红重啊 苏邦的这个,又高扫又中扫啊 确实是,至少在表面上,给左翼夫造成一定的伤害 又一个 最后一局所剩的时间不多 又一个 绝对今天的重心老师是掌握不稳的 对 还是说明,这就是一个斯波邦比较糊 又是,李迅三腿 顶心 最后几秒钟 你像是地区一样的 他那是... 他这个签是 到第三局 苏邦空的这个距离 让左翼夫打 比赛结果 后方胜 在 the red corner